欢迎锁定这一节晚安台湾 我是陈嘉宜 新闻首先马上为您带来今夜最新消息 台北市立联合医院阳明院区 现在出现了五名医护人员确诊感染 据了解六月初院方收治了一名确诊患者 而且状况危急 医护人员紧急为他进行插管 结果有五名医护人员遭到了喷剑感染 在今天确诊 事发后院方紧急匡列了急诊相关人员 进行裁剪还要大规模清销 并且宣布从8号开始直到15号 要暂停急诊室的相关医疗服务 改以提供新冠肺炎的诊治和裁剪为主 本土疫情未见趋缓 现在又惊传有医护人员染疫 这是台北市联合医院阳明院区 在2号收治一名确诊个案 由于病人状况危急 医护人员紧急进行插管 结果在急救和插管过程中 病人呕吐物喷剑 传出造成五名医护人员被感染 并且在8号确诊 另外院方也发声明指出 已经启动收治疑似 或确诊个案的感控规范 包含设置专用隔离动线 以及专用电梯运送等 同时为了预防院内感染发生 从8号开始到15号为止 将暂停急诊服务 改以提供新冠肺炎诊治 以及裁减为主 疫情持续蔓延 院方不敢大意 加强清销和筛减作业 全力围堵疫情 把染疫风险降到最低 记得林秋 叶玲凡 台北报道